我在你如履薄冰 万一侥幸提升了 我想你睡都不踏实 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告发你 所以说我随时随地也都有危险 大蕾兄 你向哪儿去了 我怎么会 我告诉你 顶雁飞 你不能杀我 因为还有一个天大的机密 除了龙马 只有我知道 有关珍宝 龙马他怎么可能把这天机泄露给你呢 那你听我说给你听 大蕾兄 龙马你听你们听自己他啊 龙马 我先守着龙马 那我做了 他把他乎每天都却 你们看他 哦 你等我 看这个过去 根本哪儿 我刚说的 老舆 没有 赶卡 来 十年 我还能活几年啊 不如这样 大雷兄 你现在就把珍宝的秘密 如实地告诉在下 我们悄悄地前回九岸 你看 咱们联手归联手 我还得有所保留 珍宝是什么 藏在什么地方 我一旦告诉你 你就会杀了我 你不要否认 换上我 我也会杀了你 因为咱们俩为这笔珍宝 付出了几十年 你最理解我 我也最了解你 不是吗 所以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会一点一点地把天机透露给你 这样既能顺利地夺取珍宝 又可以保住我的安全 还可以保证咱们俩都有份 不是吗 那我们一言为定 好 咱们俩就在这儿吃饱喝俗 养精蓄锐 至于打日本人 留给那些别的中国人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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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去做 什么都可以砸烂 但千万千万不要碰着我的珍宝 你放心 珍宝在谁也有 不然在你夫妻 我心里根据你 有很多 perpendicular 你不懂了 那你不需要 我心里想在这里 我心里想 那么不妙 自然 安然无恙 龙马是最结实的钝吗 不见得的 不是还有你大雷兄吗 那龙马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死了的人 居然能变成厉鬼 还回来帮我丁雁飞 老天助我丁雁飞呀 三木军 九支特使上次经过九安 虚惊了一场 当时多亏艳照的通风报信 才令九支特使夺过了共产党的刺杀 而我们又将计就计 重创了西满的战车 这一张大得漂亮 这次九支特使来 身负着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们务必更加严密地封锁消息 防止共产党战车的报复 这个日本特使 他身上有份重要的情报 而这份情报 关系到了根据地居民的安危啊 从前线到上海 国共两党的人都在查找他的行踪 当然他非常狡猾 始终都没有暴露他的行程 确实不好管 确实这个特使 以前来过一次救案 这是到过万国那个 没错 上次是我们疏忽 让他给跑了 既然九支特使身负如此重大使命 为什么还要在九安耽搁呢 还不是因为珍宝吗 九支特使 是珍宝工作的最高指挥者 红柳树之后 珍宝落入了燕妃的手中 这一年多来 燕妃踪迹不见 我看他多半是躲到了 国民党的地盘上 九支特使 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 难道说特使来到九安 就是为了对森木先生 兴斥问罪 一盘好急若露了僵局 到手的珍宝又鸡飞担打 九支特使那里 我该如何交代 如何过患呢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孙木他寻找咱们爹的珍宝 并不是他个人所为 他身后是有日本高官的知识 而这个日本高官 他就是九支特使 珍宝在洪流出之后 消息就断了 孙木找不到燕妃 就找不到珍宝 这个九支 他重新部署也罢 心事问罪也罢 只要他途经九安 就一定会找神木 只要他来 我就有办法 把情报从他那里偷出来 不光要偷走情报 还要除掉他 对 除掉他 给战车的死难者报仇 还有 彻底清除这股 对珍宝的威胁 可是希曼 这个九支什么时候到达 他下榻的地点是哪里 你能想办法知道吗 鬼子的这次行动 非常严密 不过前线传来消息说 九支已经离开了前线 正在来九安的路上 不过 从前线到上海 火车线路已经中断 所以他只能通过汽车过来 按这个条件计算 估计九支明天晚上 就能到达九安 我们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我们很可能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让神木发现了风吹草动 就会前功尽弃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得找一个人帮忙 找谁 一个老朋友 他肯定知道九支的住处 这 这 千尔清冷的 快走 好好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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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们呀 你们那两家快吓死我了 你们要我打听的事 我全都打听清楚了 神木 要去九安大饭店 特使住在九安大饭店 没错 我听到一清二楚 这么说 九支到九安了 我今天无论走到哪儿 神木都要派几个人 一直跟踪着我 神木这么小心 肯定是到了 可以通知龙马 让他立刻去九安大饭店 伺机动手 我们去外围掩护他突围 闭马 这次您也有功劳 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我们都可以尽量地去满足你 你们要杀特使 神木肯定会怀疑我 我再回日本呢 我肯定是找死啊我 没问题 小张 带碧马去个安全的地方 出城的事宜 我会尽快安排的 是 好 谢谢三五元人 碧马就此别过了 走 走 走 让开 快 快 快 可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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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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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份还在 晚兴 晚兴 晚兴啊 是龙马 龙马 快去追老马 快去 快去 快去龙马 快 快 快去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是 把特使先生抬一抬 把他抬一抬 那是我要问你 三慕先生 龙马他怎么找到了这里了 特使被刺杀 你是同胞 国父安 不 不不不 我对大日本的国 是绝对忠诚的 你要相信我 相信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 小心 快 爸 老妈 老妈 你怎么样 再忍一下 再忍一下啊 快些 封印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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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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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到这个时候 我真希望他喊的那个娘 就是你 花蚊子 这样 孩子梦里有一个娘宠着她 醒着呢 还有一个娘宠着她 那她就是世上 最幸福的好孩子 龙马 龙马 时常会想起你 我能感觉得到 我也都知道 浩文子 龙马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有替你高兴 我也替我自己高兴 就是因为她有情有义 她才是一个 值得你和我倾心的男人 花蚊子 你都听见了吗 你笑了 你都听见了 为什么 康战胜利了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天下太平 刀枪入库 我跟娘商量着 打算把爹 以前在各地的商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有人在冒充我龙马的威名啊 王子龙 丁谦 这是谁的 爹打叔的 我是问你们这是干什么用的 爹 我先说 这个小族牌子是爹做飞天大盗时候用的 每次得手就在身后留下一个牌子 告诉警察龙马来过 这是龙马叔杀鬼子的时候用的 杀了一个鬼子就留下一个牌子 告诉鬼子龙马来过 不对 我爹杀了鬼子 以后留的不是自己的名号 是战车 战车是我娘的名号 龙马叔是龙马叔 战车是战车 那我问你们 这个牌子我给了你们俩一人一个 还在身上吗 我 爹 你看 我没在身上 那你的在哪儿 我的在窝里呢 丁谦 这小孩子调皮捣蛋我从来不骂 可惜要说谎 那龙马叔可惜要惩罚的 龙马叔 我没撒谎 我这就给你找来 丁谦 等等我 这牌子要去吧 丁谦 怎么找找 王子龙 我的牌子丢了 能见你的时事吗 能 可是万一我爹要看我的怎么办 龙马叔已经看过一次了 不会再看的 好吧 你拿着吧 我们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爹 龙马叔 你看 这不是我的牌子吗 不是我偏袒自家孩子 子龙啊 就是比一千要厚道一些 我以前的事啊 孩子挺多的难免受心影响 不能怪孩子 不过一千这孩子也挺仗义的 每回子龙在外边让人欺负我 都是一千冲上去 跟人打得头破血流 后来也不说 还是子龙事后悄悄告诉我 是 这孩子啊 够仗义 慢慢管教吧 好在现在天下太平 有多少时间 多陪陪孩子 对了 今年是咱娘六十岁 过几天啊 就是她的生日 我想给她过个大寿 一共想一块儿去了 叫人心慢 再好和气和气 在里里观外 你都得注意好了 然后你出去 快 喂 老太阳大寿真干净不吉利的事 你们注意一点 你让他们当心一点 老太太 你们带小孩出去 出去一拐弯不远 这两个孩子听见麦尼人的 这不穿着吗 心里就痒痒了 老爷吩咐 小孩不能出门 除非他亲自跟着 龙马不在家 我怕麦尼人要走远了 奶奶奶快走啊 听见了吗 你看这催 好好好走走 那我跟您一起去 我用了家里事多 忙忙 你在家里忙 你们四个 快快 我让他们一起去 不用了 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王家的财宝 在红柳树被炸了 没人惦记着我们王家了 小事儿留下来 跟老婆一起忙活啊 那他们也还紧紧了 你们眼睛灯源了啊 知道了 快走吧快走吧 我把这俩孩子着急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要把敌人去了 是不是 まず 里面满就远 满即远 去呢 收拾不错 小雨啊 外拍再多接几个寿子啊 小雨回来了 小特 孩子呢 孩子跟老太太出去了 出门了 哪去了 多久了 有一会儿了 老爷 太长哥好了 出事 我赶过来的时候 我太太和小少爷 就已经不见了 这 这都是我的错 我最赶快死 老公起来 不关你的事 错不在你 老公 你赶紧回去 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你就说 老太太生病了 今天不坐手 老公 快去 老公 怎么办 我以为天下太平 王家不秧 珍宝不秧 可我错了小苹果 人家又杀回来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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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又杀回来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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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身性珍宝被炸毁 所以他才死心打地地去了大后方 消失了这么多年 这话先搁一遍 先说说现场 那四个护卫 都是我家的 这说明 对方在四个人掏枪之前 就杀了他们 要么对方人多 要么 对方比咱们人出事 好 我刘旁边 在纸巾上 对方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合作为一名 你行的 videos 是毫無練的嗎 喜马姐你先別急 前段時間 我跟龍馬去洪柳樹 打算把爹和大雷的遺骨 移回久安 但是我發現 埋在棺材里的人 和大雷的身材很不一樣 那个时候我和龙马 就有所怀疑了 当初埋在坟里的肯定是大雷 因为我亲眼所见 可据我猜测 大雷一定还有帮手 而这个帮手也参与了挖坟 当时我在坟的旁边 发现了一根管子 这根管子 从坟里一直通到地面 这就证实了我的想法 所以当时大雷没有死 等于是活埋了大雷 大雷靠那根管子呼吸 所以没憋死 等我们走了以后 那个人又把他救了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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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H M GAH M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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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叔 你先歇会儿 我得把这坑填上 等等 这龙马早晚会来千分的 这要空着 不就楼仙了吗 这 这怎么办 总得有个人哪 来 扶 然后大雷潜伏到安全的地方 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回来 抢夺珍宝 为了咱爹手里的珍宝 这么多人 这么多年 没有一天消停过 燕妃 柳爷 三慕四哥 个个都是心如铁石 个个都是射向咱爹的子弹 可只有陈大雷最特殊 这么多年 他一直守在咱爹身边 被咱爹遮风挡雨 三十多年啊 他居然隐藏得太深了 居然让我们看不出一定点破绽 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的意思是 大雷保护咱爹 不是出于忠心 只是因为 他不想让咱爹死在别人的手里 因为他陈大雷 还不知道珍宝的秘密 如果他知道了 他应该早下手了 不管怎么说 他与咱家融入一共三十年 不管他心里想什么 图什么 可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 是 他对咱爹那么忠诚 对咱们也是和蔼可亲 每次我看到大雷书站在院子里 像个铁塔一样 我这心里就特别踏实 罗马 我看咱们还是分两步走啊 如果先发智人抓到了大雷 那就把他 当个老人一样养着